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打的车车腿技术主要打击对方的头部 胸部 腹部 在学习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大家要注意几点 请看 第一 实战姿势开始 两手半卧前曲曲至于体前 右脚垫步至左脚的脚跟处 左腿提起 大腿与小腿充分置地 至于体前 脚面 放松 以脚跟领先向正前方 踹出 注意 在打击过程当中 中心控制在右腿 也就是支撑腿上 打击高策出腿的时候 身体可以刺勤 向右刺勤 可以降低中心 控制自己的稳度 右手 右手始终互移自己的右下额处 下面 我要讲一下右侧处的技术 请看 反驾姿势 右手在前 左手在后 且护移 左下额处 右脚在前 左脚在后 左脚 向右脚 后脚跟移动 两眼平视前方 提右脚 至于胸前 大腿与小腿充分置地 然后 以脚后跟领先向正前方 踹出 右手 右手可放下 请看 注意 左手始终互移自己的左下额部位 在打击右侧侧腿的时候 注意 电部是否到位 提鞋的高度是否充分 提鞋的高度是否充分 散打的拆出的技术 我们就讲到这里 打击下额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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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